这几天 内蒙古西林郭勒盟 呼伦贝尔等地拍摄到了大宝 野生白袍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 再来看一看 在西林郭勒盟西乌株木沁起的一处草地上 20多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大宝 在草丛里 有的在低头觅食 有的打闹嬉戏 大宝是大型地鳍鸟类 栖息于广阔草原 半荒木地带及农田草地 同长成群一起活动 在地处大型岸岭的内蒙古厄文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 小孤山检查站工作人员日常巡护时 拍摄到了一只白袍 林场工作人员判断这是野生白化雌性袍子 两岁左右 据了解 此次发现白袍是1981年内蒙古首次发现白袍以来的第二次记录